在早隐藏版的打卡景点吗 今天就要带您走访一处位在林雅区福人里巷弄中的拍照热点 里长曾正国在林雅区街头艺术节时 就邀请艺术家前来彩绘 将老房子的外墙彩绘上活泼可爱的花草 尤其其中一间Gamma店融合怀旧与现代元素 呈现出的感觉十分特别 迄今的巷弄角落带您一起来看看 湾进巷弄里眼前好几栋老座 外墙都绘上缤纷可爱的花草图案 尤其这间Gamma店将怀旧而时回忆 结合现代感的彩绘十分吸金 这是林雅区福人里 翻新有五十年历史的老房子外墙 是里长曾正国的创意发想 这家屋和什么月没有什么多漂亮 我只会改造先来彩绘 彩绘后感觉不错 还有那些空谛的全部都蒸灰 让它漂亮的 大家看起来 五岛厨改变了亮起来了 整理长说这些彩绘可不一般 下雨后夜晚时都会有不同的色彩变化 为巷弄带来活泼气息 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让这里翻转为拍照乐点 又有一个我们台湾最出名的杨先生 来帮我们彩绘 彩绘完之后看得非常漂亮 之后有外国人啊 台北啊台中啊高雄啊 后一大堆人都来这里打卡 我在这里当四十十年 我知道改变很大的 不仅争取艺术家前来彩绘 将社区打造为亮眼新地标 里长还妥善利用空间 种植花草绿梅画巷弄角落 想看老旧部落怎么呈现现代美感 有空就来这里走走吧 港独新闻张世民小小新 采访报道